嗆嗆三人行 哎呀真是好久没见过 好久不见你 你回来就变成英国绅士 嗆嗆你今天穿的 我还买了一个英国礼帽 真的假的 哪天给你带的 哪天再来嗆嗆一下 这个老师担心又停的 这个个人情况出现变化 这次来了之后 听说还没找着男朋友 我们就放心了 你不用叫个门 就是你就放心了 你们学者最爱干这个事 咬文嚼字 不是咬文嚼字 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一种虚弱 很多人讲课 我就发现他爱说我们 明明是你觉得 你干嘛老说 尤其很多教授 我们认为 但怎么就是你们认为 假定 这个我们是代表人类 代表已有的知识的这一方面 但也有的地方是讲我的 不过西方严格说来写论文是不可以用这个字的 不可以用说我认为我想这些字的 那要用什么 绝对不用 你就直接写上去啊 为什么不能用文 比方说你在论文里要写一句 又婷是很漂亮的 那就不要写我认为又婷很漂亮 为什么 当然这是你认为啊 已经是你写出来的嘛 为什么不是说I think 不行 这个是太personal 在学术论文在研究里 不可以这样 就像播新闻 你也不可以说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怎样 但是如果不说我认为又婷漂亮这事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啊 是你写出来的 可是论文是论你的名字吗 你写出来这行字就假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这是你写出来的 你你你除非你要特别你要否定这个东西 你只有只有我认为什么 可是你知道在男女共通里面我被教导是说 常常我们会说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都不打扫 你不来接我 你不怎么样你不怎么样 然后后来人家叫我说 不行 如果在男女关系里面你要多讲我们 就是we 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今天怎么样 所以希望发生发生 你知道为什么你还没找着男朋友吗 为什么 就因为老师我们是不是该买钻件 我们是不是该订婚了 太小了 太小了 现在对我们来说钻戒这个东西已经太小了 而且咱们台湾妹妹 台湾我觉得领导人也有一个说话的习惯 这跟咱们大陆领导人说话习惯不一样 他老干嘛 他说我就好了 他为什么说名字呢 英九怎么怎么样 楚瑜认为 是吧 你不觉得这比较礼貌吗 对 这比较文雅 比较文雅 我以前也会这样讲 又婷觉得 什么什么的 好像你在说你妹妹 不不 就是对自己 这比较文雅的说法 大陆反而废掉了 对对对 这是从林志玲开始流行 志玲姐姐 马英九他们是跟林志玲学的 不不不 很早就有了 但志玲姐姐有把发扬光大 就是林志玲开始讲话就是 志玲姐姐认为 哦哦哦哦 志玲姐姐的声音 以后你学一下 文涛认为 什么 我没那脸 正好说说你们台湾最近就大选情况 你了解吗 我想回去感受一下我这礼拜 然后呢看到那个三个老中青的感觉 有没有怎么讲 宋楚瑜是老政客的样子 所以你看他这个辩论会的时候就一副就是 非常游刃有余 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就活在一个旧的年代 从来不想往前走 一直觉得自己就是神长那个时代 我就是当时民众爱戴的宋楚瑜 他殊不知现在民调只剩10% 但他还是觉得当初 那个10%很重要啊 当然但他还是觉得我这个10就像以前的7% 80%那种 全民有代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看这个 我还是认为那个什么 英九 英九 英九现在我们对他有点失望 英九以前很帅气 然后就慢跑 但是英九因为跟大家没有亲切感 所以我们这次辩论会 我们就说他像小学生一样 最后就是我们台湾站起来 可是你知道他不是那个法 没错没错 英九就是 就被幕僚教的就是一定得有点守 我们说以前小朋友演讲 我们以前有什么那个演讲比赛 一什么二什么 就是老师要教你 讲到一二三一定要比 就很不自然 英九现在就是这样 这就说啊 肯定有人在后面指导他 不是指导也没用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啊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范 对吧 你英九 你比如英九啊 我我倒是发现啊 英九的骨子里啊 也许有一个阴柔的范 你见过他媒体 台湾媒体拍的 英九啊走路的姿势 这就是这一边一溜镜头啊 英九侧侧走过来 你见过的没有 很很传出名 英九是他他他他他 你知道吗 哎他他这么走过来啊 特别特别自然 他他视拍的那个那个劲 你知道吗 但是他要来这个 呵呵 总觉得有点不够力 对 这不是他 他们两个人正好相反 马英九呢是男人 但是有点女性化 蔡英文呢是女人 可是那比较男人化 现在你知道港台是群英会啊 嗯 四英嘛 对 马英九 蔡英文 梁振英 唐 唐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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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英嘛 哎呦好家伙 这真是英雄而已 哎就是英雄而已 对啊 你会投谁的票 你是什么事儿的 我现在可以在电视上表明我的立场吗 不能说的吗 这个 可以吗 因为身为工作人物通常不太能 因为身为新闻人物 我们不太能够表明我们的立场 哦 但是你刚看我提了多少次的这个名字 你多半是投我党不喜欢的吧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咱说说咱们的内地的事儿好久都没聊了哈 现在呃台湾这个这个选情啊 嗯 咱们内地呢 就出来的最近比较引人注意的事儿 他们说北京还有很多人聊 就说什么啊 那个萝卜的问题 哈哈哈哈 转弯转的挺快的 转得太猛了 我们有好人 你知道吗 我们有好人 但是我们这个好人 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知道吧 我说起这个 我先讲另一个事儿 广东前两天出了一个事儿 我们有好人 不都说广东小月月吗 说不见义勇为吗 这回这哥们开着车 看见加油站 一个人在前面跑 一个穿着加油站服装的一个工作人员 在后面追 嗯 他抢 那肯定是歹徒 于是他踩油门就去追那个歹徒 然后一下子撞死了这个歹徒 撞死了 但是撞死了之后才发现呢 穿加油站制服的这人呢 才是坏人 是个疯子 是个精神病人 那是个无辜的人 这家伙 哎呀那怎么办 那怎么上法庭啊 但是他说你看这事儿你们爱怎么办 但是你们得 不能乱做 你们得考虑到我这个 我是帮你追坏人的 他有建议勇为讲 对啊 建议勇为讲 现在不是说甚至要改法了吗 就是只要是建议勇为的人 他在这个法律上某些使用 他可以免刑责的吗 就是说除非那也不能说就这样撞死人就没形成 意外伤害不能够就是加重 那肯定是误伤 这肯定不是有意思杀害 这肯定 我上次就跟你讲都是车子惹的货 我们都讲了一大串了吗 这个动车小月月 我跟你讲徐老师有这个我就发现知识分子还是有洞察力的 他说你注意到没有 一年来中国网络上惹起的大事件大话题啊 都是交通事故 其实都是交通事故 我还说我说两岸很相像 我在台湾电视新闻上看到的百分之百都是交通事故 那个那个除了我们讲的那个几单 甘肃啊小月月啊什么温州以外 我爸是李刚 那也不是车撞的吗 李双江那事也不是车吗 最近还出了一单 宝马那个打死人 你现在撞到我再给你数一端 我忘了什么地方了 虽然有一条街还是比较暗的 然后他们就走了 结果那个车呢 我看报道是这样说 那个车里的人呢 就好像打开车门就骂了一下什么东西 骂了一下什么东西 然后又关上车门了 那他们也就继续走了 结果余下来发生的事情就那个车高速的撞下那四个人 把四个人全撞飞 那个看的那个人当场撞死 撞死啊 所以真是不要随便看人家别人性生活 引出什么结论 引出什么结论 太暴力了 当然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来报道的 最后在网上出现的标题就是说 就是就是偷窥人家车车内什么 然后就被撞死 那那就是那是这个罪我淘天了 你怎么能够这样呢 看一眼就把人家撞死了 对啊 对你在里面双飞 就算看到一下那有什么道理吗 不是而且何至于 你既然敢在车里面敢停在就是公共场合 对对 为什么就是别人不能看就是公共场合 如果你在你家我去看 那你可以就是不开心吗 但是在公共场合你是 你不就追求这个刺激吗 讲直接点 但是车里面是一个公共场合里的 车里的万 他没有开车门探头进去看吧 对 而且而且还是算公共场合 你知道Huge Grand那个事情 英国演员对不对 诺丁街的那个跟罗伯斯一起演的那个男的 他就在Senset Boulevard路边叫了一个黑 性工作者黑人的 结果就在里面做那个 车证 结果警察看到了 抓起来啊 那你要说警察 美国警察就是说 你大明星你旁边开个酒店不就行了 你为什么在车里这么省钱呢 这是公共场合照样把它刷起来 搞得全世界很多女的在那里哀叹 哎呀我们都想跟你这个 你怎么就这么随便找一个 就是我们免费 我们到天都要对 对 但是犯法还是犯法 是哦 事情关事情道理法还是法 我见过那张照片 俩警察乐坏了 你看他跟他合影了 你看那些电影明星在这种情况下 俩警察很高兴跟他合影 哈哈哈 抓到大的 没错没错 所以说你说2011年不是年度 就是交通事故回顾 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 对 又婷对交通事故有什么感触 我没有什么感触 我这种不开车的人 对不对 就是还是 不光不开车 连房子也买不起 对 这是这是好人的 这是好人啊 平护买的 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咱们讲了一怕 还没讲我真正要讲的事 罗伯 我我就说啊 这个好人 我们这个大陆人呢 也有好的 都是好的啊 我们大陆人 你看他好人最后 我就说最后怎么样呢 河南农民 这么淳朴的农民 名叫韩鸿刚 我给你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啊 咱们导演出一下 韩鸿刚呢 是罗伯 这种萝卜的 哪一个 右上角 右上角 你看看着 你看憨厚的人 长得都这样嘛 这是 韩鸿刚 60亩的萝卜 今年大丰收 可是呢 现在这个萝卜卖多少钱呢 一斤才几分钱 四五分钱 这赚不了什么钱 是 反正也是亏了 人家跟家里人合计合计 就决定这么着吧 咱们60亩地的萝卜 给市民们发个信息 免费来享用 免费让市民们来享用 结果这个好事 最后变成了什么呢 韩鸿刚说 第一天 来了大概有几千人 这几千人把萝卜吃完了 问题是其他的蔬菜就糟了秧了 你知道吗 就是第二天也来了几千人 第三天啊 那个车呀 停的已经是污望 他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 他在郊区农村吧 那种地方吧 这个车已经停的是望不到边了 然后事实上这一场这一场浩劫啊 造成什么 这个萝卜自然是都没了是吧 但是辣椒 菠菜 香菜 这个地啊一片狼藉 红薯损失了三四万斤 我怎么那么能吃啊 红薯三四万斤 还有辣椒抢走至少200多捆 菠菜被三分之一已经不见了 他们家被洗劫了就对 可能不光是他们家 整个有不光是别人家的 大概这家伙一拥而上 你知道吗 这些事情有点奇怪 这有点不可思议啊 因为你想那去的是城里人吗 城里人 开了车去 对 那你说这什么成本啊 你你你假如说你在城里住 你为了免费的一点萝卜 你开出去 这等于是一个郊油项目了 哦 是啊 对不对 你要从经济来核算 这个油费都不止啊 但是这种贪小便宜的心情绝对 可以趋值于就是赢过我们再算后面这些成本 没错 你觉得是他还小便宜 没错 他们女人最了解这种 对 很显然说最后一天什么降价什么300块 那你就没有想说你要花一天的时间请假 你要去排周年庆 你要花时间成本一两个小三个小时只为300块 你还要花300块 如果你不去花这些 你连300块都别花 但他没想这些就觉得便宜 而且就觉得免费 光想这个你不会想那些时间成本体力成本 或者甚至油钱成本 他他他会把它当做一个郊油 我估计那几千人去啊 就等于是也是玩 等于是大家哦 那个地方有免费的不安拿去 然后跑到那里就什么水果 而且那些比较新鲜嘛 又没有呃 没有污染 对不对 没有经过处理等等 而且这个他们说这个就是看出一个有研究群众心理的嘛 这咱们又可以研究一下 叫广场效应 对就是说呢 就像是一群人凑一块啊 这都是个危险的事 为什么呢 群体凑一块的时候啊 平均每个人的道德水准啊 会比他一个人的时候降低 哦真的吗 因为他有一种免罪的心理 就法不责 因为法不责重嘛 我们以前玩过这个游戏 游戏 我们以前只要是SNG在的时候 民众就会什么叫SNG 台湾不是很容易做连线嘛 然后我们有一台车子 然后就有个卫星嘛 然后只要有记者在那 通常大家就觉得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就有一天只是去吃个饭 因为车子嘛就停了 然后我们就大家去吃饭 出来哇 我们整个车外面被围的这样 满满满满满满 然后每人在想说这边发生什么事 但是也没有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只要在那边看 然后全部的人就会围观 你讲的那个是大家做看客围观 太热闹就是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们就架个摄影机 然后有时候就只是我们就架个摄影机 然后就往某个方向看就真的会有人来 或者说这边发生什么事 这边发生什么事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是是是是是 然后人一多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做街坊 因为我们有时候找 结果你们反而可以造成的事情 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找不到人做街坊 然后就在路上乱话浪费时间 因为我们有截稿压力 所以我们摄影师常会用这一招说 我们就在这边你就一直往一个方向看 会有人来跟我们讲 所以我跟你讲 根据我对历史的研究 我就发现了 说什么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跟你说 谁说这句话 谁就是在忽悠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什么时候眼睛是雪亮的 人民群众从来都是瞎巴虎眼的 你知道吗 他凑到一起 这个人真是就可以比平常 你为什么人家说独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是显得那么样的重要 尤其在今日之中国 对吧 就是因为太多的人凑到一起 你甚至你想见网络上的这种情况 一群人他都可以骂一个什么事 其实他过脑子吗 他不需要过脑子 那对他可能就跟大小便一样简单 他是个痛快 从众心理 也是个从众心理 最容易发生暴乱群体事件的时候 他把大家都弄到那个体育场上去 释放 释放 你去看演唱会 你不管上面是什么人在唱 下面的人都会昏过去 还会 把眼泪唱 为什么 因为本来你还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 你本来听一个人 你本来也就这样 你们去看演唱会 都是这样 然后旁边的人他啊 风风颠颠 你也来开始风风颠 其实都是为自己 每个人其实都是为自己 荷尔蒙 所以说 说什么 刘德华 周杰伦这些人 也是为安定团结做了贡献 对吧 我那天正好在机场出来 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一出来 就被堵住了 我想怎么回事啊 过来一看 刘德华 刘德华最近怀孕了 刘德华 他老婆怀孕 他怎么怀孕 他让人怀孕了 刘德华 这事你知道什么八卦 没有 就他老婆怀孕了 是吗 人家51岁 有孩子了 对吧 没别的什么事吗 没别的什么意思 人家得了金马奖男主角 对 双喜临门 是怎么怀的呢 怎么怀的 这我 打针了吧 你看你不知道吧 广告的事 我说给你听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凑一块就疯狂 你看台湾 我觉得最明显 我去台湾 觉得这个人都那么好 一单个人的时候 那么样的和和气气 但是你看 当时大会 闹闹闹闹事的时候 凑一起 这个台湾人同样是台湾人呢 那杂货就跟 这个什么野兽一般的吼声 是吗 你说像造势大会那一种吗 就是 那你在一个群体里面 你可以找 就像你说你可以找到一种安全感 认同 就是被一种认同 那你不做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被他区隔了 所以呢 如果你一村的人都被 找去做造势大会 你今天在家里面 你就觉得 我好像被孤立 好像没有人理我 那这种感觉很 比你在那边做坏事 我觉得那种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应该更大 所以大家只好 跟着做 有一次在台北造势大会 杨锦林在那里做采访嘛 然后就拉住我就采访 所以你有什么感受啊 我说我很久没看到 这样的群众大会 很亲切 我说 因为大陆现在没有这样的群众大会 你说河南这事算不算群体事件 上面领导要不要负责 群体拔萝卜事件 群体拔萝卜事件 我突然想到 这其实是个商机 如果是有生意做生意的人 他完全可以在郊区 搞那些农庄 然后就吸引城里的人 比方说你就付一定的钱 你随便拿 这是农家乐是现在是有的 你去付一定的钱 你随便拿 那很多城里人 就星期天当一个郊游 这其实是可以向良性发展 台湾现在就是农家乐 台湾有这种情况 那我现在不能理解的是 如果你今天去 你觉得好好这个人 很好给我免费的萝卜 但你为什么会对一个好人说 把他们家他要卖钱的辣椒 这就是 你怎么回馈他 这是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现象 你到处可以看到 中国公路上 现在稍微开得好一点的车的人 他可能十年二十年前 也在种地 也非常苦 但他今天稍微好一点 他对于其他在种地 在旁边打工的人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你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就是你想象一个 那不是 那就是一哄而上 你说这个人 为什么我跟你说 人一凑一堆 就没理性了 一凑一堆啊 你就不是你自己了 你知道吗 你看见 拔呀拔呀 看见大家伙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很拿嘛 很热闹很开心 很happy 说说张琳说法就好